来自新北市的汉邦慈善基金会 8号是来到了三支区公所 带来了许多生活物资 要送给低收入户的居民 而这次除了有白米、毛毯等物资 还准备了加厚的袜子 要送给区内的清洁队与小榜弟兄 让他们在值期的时候 走起路来更加的舒适 来自新北市的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今天来到三支区公所 带来许多的民生物资 要送给低收入户的弱势居民 而基金会表示 在每年的年终岁末前夕 都会带来许多的物资 这次除了白米、袜子之外 还有一件毛毯 也因应年节的到来准备了红包 要针对弱势民众送暖光怀 并给予最实质的协助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的 等于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例行空事 那那个呢 而且我已经到了 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那做了几十年了 还会继续做下去 那这些物资嘛 是一点点小意思 跟大家结缘 希望大家呢 很开心的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一个过年 在北海岸的偏向地区有许多的弱势居民需要收到外界的送暖协助 而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也是第七年来到北海岸地区 每一年都要来就是希望帮助弱势居民 也希望这样子的温暖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还可以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善心 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 每一年在寒冬送暖的时候 那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那有曾妈妈领队的一些的好朋友们 那会来到我们偏遠的山枝区 那这一次我们就针对我们区内的 那低收的第一二款的朋友们 那今天曾妈妈就带了有毛毯 还有白米 那还有一些的红包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这个基金会 那长久以来 他基金会对我们几个偏遠地方的地区 那多一种慈善活动 那又在这寒冬送暖之际 那我们寄以那个无限的感恩 公家的资源有限 民间的资源无穷 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除了捐赠保暖的物资 以及民生物资要给弱势民众 还准备了两大箱 特别家大家厚的工作袜 要提供给辛苦的清洁队员 以及小房地兄 希望不论是弱势民众 还是寒冬中为民服务的第一线人员 都能够舒适温暖的度过寒冬 既角料品和三支采访报导